欢迎收看八字实战讲座 我们继续来讲死亡印期 这个八字是什么 声弱的吧 不是什么 声望 声望 声望是什么时候去世 时尚客观或者印度吧 我们直接找运集吧 勿成大运 就是一年来算的 我们找勿成大运 一年新某 大家看一看 物土生心机 力量集中在心的身上 心直接去生大 这相当于生光所运 由于死亡的心机是吧 自找的 也有自找的心机了 这是什么 某木是尸臣 称铺是观 尸臣客观 是不是也有死亡信息啊 这是被人杀的 这个人呢 首先是这个原因在自己 自己那个调解的事端 让别人一着急就把他杀了 是因为分钱 分得不均匀 那么死亡的具体时间是什么 是不是也找印啊 或者实用客观了 他死亡的月盆应该是在 我想应该是在卫月吧 咱们看这个月月盆是什么 推一推吧 夹几心的比较手 鱼根之对物为头 鱼之对均匀上 耕颖心卯人成鬼四 甲无以为 大家看一看 以的月份 出来一个什么 石神 打算是限制元 但是 这个平行直接把营幕刻了 轻轻刻营幕 这也是一个短命的迹象 因为把它那个 卸它给断了 就是说 能让它排泄的这个渠道给断了 有死亡的迹象 某木刻位图是不是 在什么 石神刻萨 一个死亡信息下 天地区都特别凶 这个月盆可别人杀了 再看这个 这个也是自杀 深入 我记得在前面讲过 12年 咱们看看是 极丑大狱 人成 大家看看 极土刻人水 是不是偏财刻真意 财刻性 有自杀的标志吧 丑成是什么 是财 是不是来耗它了 没有半点生死 没有半点生死 这边是不是有死亡的自由 什么是死亡 就找物体 或者人鬼出现的时候 他在戊深月去世的 我应该记得没说 应该在戊深月 我看看这点深月是不是戊 丁人人以顺手 人名鬼卯 甲乘以私 丁尾 丁卫 戊深 是戊深月 戊深月 戊土是不是刻着不好 深的是正观 也不好 神若是正观 一样点太大 也会进世 有个趋势 自杀了 戊鬼自杀 煞